许志强听完许念念的话 只是抬头看了陈小柔一眼 之后立马低下头继续写字 陈小柔被突然而来的幸福砸晕了 紧张又急切地说 可 可以的 没问题 我会好好叫志强的 不 不过我不需要您支付抽了 为什么 这是你该拿的 我总不能白麻烦你啊 许念念一边说一边看向许志强 发现自家弟弟毫无反应 得 又是一云木疙瘩 陈小柔笑得腼腆 要不是因为念念你收留我 我哪里能有今天这般日子呀 要说酬劳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同一个屋檐下相处二十多天 许念念虽不说了解陈小柔 所有的性格和心态 却还是能看出个大概 知恩图报就不说了 这丫头特别不爱占人便宜 而且生活态度也特别乐观 说实话 许念念还蛮喜欢她的 要是许志强能跟他成 他还是挺支持的 就是可惜 现在的情况是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静玉从南水路出来 直奔军区大院 火速赶到自己家里 冲到书房 拿着自家的座机拨通电话 得亏现在 吴兰跟着静将军回部队了 不然 看到自家儿子这么着急上火的一面 肯定会十分诧异 这还是他那个万年 捧着脸没有表情的儿子吗 电话发出嘟嘟的声音 没一会儿就接通了 打电话之前 静玉还计算了一下 今天到静瑞阳伦修 他应该会回京都大院里 喂 谁啊 电话刚被接通 里面传来静瑞兵 大啦啦的声音 都还没等静玉接着说 他就不耐烦得道 不说话我挂了啊 你哥呢 静玉敏唇 冷声问道 低沉的声音传到静瑞兵儿里 让他莫名打了个颤 听清是静玉的声音 静瑞兵整个人 怂得特别快 大堂哥 是你啊 静玉着急 向静瑞阳请教问题 耐心宣布告庆 不客气地道 废话那么多 你哥呢 让他过来接电话 彼时 静瑞阳正好从楼梯上走下来 白衬衫搭配西装裤 帅气逼人 静瑞兵最怕静玉了 看见静瑞阳下来 赶紧把电话放下 大声喊 哥 大堂哥的电话 找你的 说完 静瑞兵一溜烟跑楼上去了 找许强 研究要和哪个小姑娘处对象 静瑞阳走过去 慢条思理 把电话捡起来 清冷的声线优雅低纯 温柔到让人沉醉 你找我 操 在我这就不必装了 说话正常点 静瑞阳轻壳一声 拿着电话 左右看了一眼 见客厅里除了他之外 没有多余的人 才淡定地问 你又怎么了 声音总算变得正常了 静玉听着也没那么隔应 想到接下来要问的问题 还有些不自在 问你个事 直接说重点 这么磨磨唧唧可不像你啊 你平时怎么追女人的 静瑞阳闻言 愣了一下 把电话手柄拿下来看了一眼 仿佛不确定般 又放回耳边 你是静玉 我是你哥 就大一天 你骄傲什么呀 少废话 你告诉我 你怎么追女人的 我没追过女人的 都是女人追我 这个问题啊 我可没有经历过 不太懂 滚 听到电话里 频率更快的嘟嘟声 静瑞阳愣了一下 吃笑 还不让人说实话了 这要是平时 静瑞阳肯定三不管政策 静玉敢挂他电话 他就敢转身出去逍遥 反正又不是他急 至于现在嘛 静瑞阳兴趣十分浓郁 静玉会问他这种问题 肯定不是随口一问 都特意打电话过来咨询了 估计 在哪个女人那里碰壁了 想到静玉 还有个未婚妻 静瑞阳秉持着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心态 拨通了静玉家的电话 静瑞阳肯定三观